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88集 宁宇熙便似一阵清风版 来得快去得更快 他还未弄清楚他到底是何用意 他却以踏风而去 说不出的洒脱 和这宁仙子接触了两次 林宛容也说不清对他是个什么印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以后定然还有和他见面的机会 至于那块被他取走的金牌 既然是出自宫里 且那华府老者又是那般雍容华贵气势非凡 莫非他便是 林宛容心里急促跳了几下 要真是那样的话 老子这次可发达了 他哈哈大笑了几声 树林中寂静空旷 唯有他的笑声回响个不停 林将军身上疼痛 慢慢盘山着走回宵家之时 却叫大小姐大吃了一惊 急忙拉住他的手道 你 你怎的这半便回来了 林宛容无奈道 我不回来 难道还等他们留着我吃夜宵啊 哎呦 疼死我了 肖玉若积极扶他进房 又将他伤口抹了一回药膏 疼痛风才减少了几分 大小姐虽是温言软语体贴之极 只是林宛容今天劳心劳力疲劳之极 身上又有重伤 感觉大小姐细腻的手指在自己背上轻轻抚摸着 她死性不改地调戏了几句 不知不觉却是趴在床上昏昏睡去了 肖玉若见他嘴角流着哈喇子睡得安详之极 月光照在他脸上 比那平日张牙舞爪的猙獰模样 却又多了一分别样的滋味 这坏蛋 每日尽是安毕如秦仙儿万人大军 这些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撑过来的 他心里生起一股淡淡的温柔 忍不住伸出手掌 在他脸上轻轻抚摸了一下 那短短的硬硬的胡子茬 扎得他柔嫩的掌心 一阵轻柔的酥痒 他脸上泛起一阵淡淡的红韵 幸福的感觉却是如此的真实 大小姐在他床边静坐良久 直到他睡熟了才站起身来 小心翼翼地为他演好被子 这才迈步转身 缓缓醒出房外 小姐 徐小姐来了 方才到了门外 却见环儿来报道 萧玉若眉头一皱 望了望天边半沉的月色 疑惑道 徐小姐 天都这么晚了 他怎么来了 说话间 他脚步不停 转眼便已到了客厅之中 却见徐志清端坐椅上眉头轻皱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徐姐姐 这黑灯瞎火的路上又不好走 你怎的亲自来了 大小姐急忙走上几步 拉住徐志清收到 徐小姐微微笑道 我是来看看你 怕你见了某人被打成那般模样 心痛欲裂 做出些什么傻事来 萧玉若脸上一红道 姐姐又来取笑我了 他挨这毒打 却是他心甘情愿 我便是生气 除了怨他 也找不出理由责怪别人 徐志清点点头 轻笑道 你有如此想法 那便最好了 今日这事 着实怪不得别人 要说起来 也没有谁对谁错 你也不要再怪他了 大小姐拉着徐志清坐下 叹道 我哪能怪他 他在我们家 表面上看 虽然是一个下人 可他根本就没那觉悟 从前是如此 现在 怕是更要变本加厉了 萧玉若脸上浮起 一抹淡淡的粉红 说不出的娇艳 须止情微微一叹 从怀里取出一瓶药膏道 这是我向宫里的御医 求得灵高 乃是采集上好的 雪参路容所致 专制外伤的 一天结疤 三天褪皮 七日痊愈 珍贵无比 你便拿去给他用了吧 大小姐接过那小药瓶 惊喜道 真的吗 姐姐 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晚上十分还在家中 什么时候 却是进了宫 讨这瓶药的 难怪徐志清 这般晚了还要造访 原来是专程 为他送药而来的 从晚善到现在 顶多不过两个时辰功夫 进宫手续又繁琐 徐志清却要先进宫 讨药再亲自送来 这份情仪 舒适不清 见萧玉若面露感激 徐小姐摇头道 萧家妹妹 你可不要谢我 今日林四二 在沙场上的表现 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为她讨着一瓶商药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希望她 莫要以为 今日沙场上的意外 是我有意欺骗她才好 大小姐听说林三受伤 便急匆匆赶了回来 对其中原委支支不详 此时听闻徐志清所言 心中更加疑惑 却没有开口相问 她睡了吗 徐志清看了大小姐 一眼轻轻问道 今晚又遭了一番折腾 这才刚刚睡下 大小姐见徐志清 欲言又止的样子 忍不住道 徐姐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对我说 徐志清笑道 妹妹果然是个精明人 难怪那般桀骜的林三 都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大小姐秀脸一红轻声道 姐姐说些笑话了 我哪能制服她 怕是被她所治了才是 徐志清见大小姐 眉间声韵满脸幸福的样子 心中微微一叹 朱唇清起道 妹妹 你对她这般温柔体贴 但愿林三能够知你懂你 好生待你 这世间团圆美满的事情 本已不多 你们莫要生了肢结才好 大小姐听得面颊通红 低下头却嗡了一声 又想起她后面一句话 顿有所悟 叽叽抬头道 姐姐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她心里一惊 又道 是不是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徐志清叹了一声 既不摇头也不点头 开口轻道 妹妹 你是真的喜欢这林三吗 这话叫大小姐好生难以回答 她斟酌了半天才长出口气道 我与她 便是天生的冤孽 以前她每日那般气我 偏我着了她的道 甩也甩不开 便死中了魔咒 每日都要让她气上两回 可是一刻不见她 心里便觉得不是滋味 每日都想念她 想要见着她 她脸上蕴红越发的浓厚 说到后面 却是声音细如文锐 徐志清点点头 男女之事 乃是世间最难解的疙瘩 并是活了上十辈子 也弄不清个所以然来 妹妹既然是如此忠义于她 那便要好好地把握了 我要叫人抢了去才是 不要叫别人抢去 大小姐抬头道 姐姐 此言何意 是不是她 又在外面招惹了哪家小姐 这死人 徐志清笑着拉住她手道 妹妹先别慌 这事是不是她弄得还不好说 还虽是十分嚣张 想来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这此中定有蹊跷 萧玉若更是疑惑不解 盯住徐志清苦笑道 姐姐 到底是何事情 你就一次性说完吧 小妹承受得了 徐志清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小手轻捏 在厅中来往走了几步 才开口道 妹妹 虽然我不知道林三儿 是从哪里来的 但她的学问见识 远远超出常人 这一点 你可承认 这还用你说吗 我认识她比你早得多 她有什么本事 我比谁都清楚 她又何止学问见识远超常人 坑蒙拐骗阴谋诡计 哪一样疏于别人了 想起她从前的那般所作所为 大小姐脸带微笑 点头道 嗯 这个我晓得 她做的那些事情 在金陵 早已被说书人 广为传唱了 徐止情也忍不住 婉儿一笑道 你说的这些 我也听帖帖提起过 什么 豆芽顶佛像 油锅洗手 火烧铜钱 还有戏耍银莲王 怒斗梅燕秋 折柜赛师会 有时候想想 还真不敢相信 这竟是林三儿所做的事 事实上 还有许多事 是你所不知道的 比如说 剿灭白连教 他鞠躬志伟 乃是三军第一人 今日在教场之上 在皇帝面前 他面对强敌 以一敌武 却骑兵突出 戏剧性地取得了大胜 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 这林三儿 可以当得起奇人二字 大小姐微笑点点头 脸上闪起淡淡的 骄傲之色 清道 他这人 从来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这林三儿 如此出众 为人称道 可是妹妹 你有没有想想 他越是出众 离你萧家 却越是遥远 你有把握 能永远留得住他吗 许致晴晴晴说道 大小姐脸色一阵惨白 长久以来 她一直担忧的 便是这个问题 这林三儿 越来越出色 对萧家 却绝不是什么好事 萧玉若银牙轻咬 眼神一阵迷离 言道 姐姐 徐晴晴的问题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论起官场之事 大小姐自是远远不如 徐晴晴 她摇摇牙道 姐姐 这中间 莫非还有什么曲折不成 徐晴望她一眼叹道 是曲折 却也更蹊跷 妹妹 咱们大华皇帝 有两位公主 自然是清楚的 是有两位公主 那又怎的 萧玉若点点头道 徐晴苦笑着 拍了拍大小姐小手 傻丫头 听爹爹说 今日皇上招她进宫 除了商议国事之外 更是透露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多年漂泊在外的小公主 近日已经回宫了 公主 回宫 这和林三有什么关系 姐姐的意思是 皇上要将公主 许配给 大小姐沉吟一声 脸色却渐渐地苍白了起来 徐晴抓住她小手 却觉得她掌心微颤 脸色煞白 徐小姐自然知道 萧玉若心中的酸楚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 只得轻轻一探道 这小公主已是双十年华 是否要选驸马 我不知道 但有一个消息 却是千真万确的 听爹爹言说 这位小公主 曾向皇上敬言 要招林三进宫 有了这个消息 就已足够了 堂堂大华公主 又是未嫁之身 能在皇帝面前 为林三说好话 说他们两个人没点瓜葛 谁能相信 若林三坐了驸马 皇家威严大于天 那公主金枝玉叶 怎会让她再娶平民女子 这坏蛋何时认识了公主 竟将我瞒得如此之紧 大小姐焦躯微颤 手掌越来越凉 心中如同针扎一般 难道我对她的一番情意 便尽数化为长江之水 消失殆尽了 大小姐气气一笑道 她真是好福气啊 竟连公主也中意她 我这般平淡之女 在她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须止情急急道 妹妹先不要着急 事情未必到了那一步 以我看来 这林三非是薄情之人 我今日将这些告诉你 便是希望妹妹 能够抓紧自己喜欢的人 莫要等到黄花逝去 才自怨自艾 洛德哥笑我这般 做个终生孤单之人 大小姐摇摇头 速速流泪道 凤凰南七鸟巢 蛟龙不困潜水 她是什么人 我早就知道 以她的能耐 终有腾空万里的一天 到那一天 我自当为她高兴 若她厌倦了我萧家 我也绝对不会拖累她 在我眼中 她永远是那个 可恶的家丁林三 那个偷了人心的坏蛋 我这一辈子 便都给了她 她说到这里 泪珠早已落满脸颊 仿佛看到了 林三气急而去的样子 心里如撕裂般疼痛 竟是身体往后一倒 虚弱的快要昏了过去 徐芷晴急忙扶住了她 大小姐却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紧紧抱住她悲声气道 姐姐 这便是我的命吗 我为何这般命苦啊 徐芷晴本是一片好心 将这消息提前告知了萧玉弱 要她做个防范 哪知却是这个结果 见大小姐泪落满脸的样子 她心中愧疚深深 紧握住大小姐的手轻声道 妹妹你放心 我徐芷晴总是舍了性命 也要保你与林三白头恩爱 相谢终身 受了伤又受了累 这一觉真是豪睡 直到日上三杆林宛容才睁开眼来 浑身清爽 身上的疼痛似乎减少了许多 她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瞥见床边放着一瓶药水 平身正中写了个郁字 已是用了一小瓣 自瓶盖处传来一阵淡淡的清香 味道甚是好闻 大小姐从哪里弄到宫里的东西 林宛容心里疑惑挣扎着起身来 身上还有些轻微的疼痛 已不像昨日那样剧痛 这皇宫御用的药物 效力果然非同凡香 正打量那药瓶 却听哗啦一阵清响 环儿自门外端着西周进来 望见她已坐起身来 顿时惊喜道 三哥你醒了 林宛容点点头笑道 醒了大小姐呢 环儿轻道 大小姐她一早就和徐小姐出门去了 和徐小姐 林宛容好奇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丫头昨天没来我们家呀 怎么大小姐早上就和她出去了 环儿看出了她的疑问便道 昨夜你安歇了之后 徐小姐便来拜访了 这药瓶是她自宫中求来的 大小姐趁你睡熟 又亲自为你涂抹了一番 我说昨夜怎么做梦 有猫抓我后背呢 原来是大小姐在喂我上药 这丫头越来越有贤妻良母的样子了 她心中美美 嘿嘿 一笑道 大小姐这么早就和徐小姐出去了 他们有什么事啊 环儿摇头道 奴婢不知 不过 她声音轻轻 四周看了一眼才神秘道 昨夜徐小姐不知道对大小姐说了些什么 大小姐哭了一夜 连徐小姐都劝不住她 今天早上才将将睡了小半个时辰 徐小姐陪了大小姐一夜 今早我见着她 她眼眶红红的似乎也哭过 两个人一大早便出门去了 大小姐哭了一夜 难道是因为我受伤了 这丫头刀子嘴豆腐心 以后要对她好些才是 可是那徐芷晴又为了什么哭呢 我和她可没什么瓜葛呀 追上她再甩掉 她的誓言还没实现呢 说她为我哭 那才笑死人 她琢磨了半天 却搞不懂这两个女子心里在想什么 只得兴兴一叹道 大小姐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环儿摇头道 没有 大小姐走得匆匆 什么话也没留下 越来越古怪了 别是徐芷晴带坏了大小姐吧 她忧心一阵 便不去想那些事情了 心思落到了昨夜 被宁仙子取走的金牌身上 若送金牌的那老头 果真是大华第一人 那昨日演兵场上 高坐鸾架之上的 不就是她了 娘的 老子长得如此英俊潇洒 想来她不会忘记我 昨日之所以没有召见我 估计是距离太远 没看清我的样子 靠 我当初怎么那么傻呢 要是早知道 她可能是清玄的老爹 当初在零饮寺外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磕头拜了老丈人再说呀 想到这里 她心里顿时搔痒难耐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个机会 去拜见一下老丈人 心思电光火转间 却想到了一人 顿时开口大叫一声道 环儿 环儿 快去给我找顶轿子 再到城东头 去买两幅上好的假画 我要去看一个雇友 雇友 三哥 你在京中还有朋友 环儿惊奇道 那是当然 三哥我玉树临风夜战使女 正所谓香蕉满天下 受惊之一人 有几个朋友算得了什么呀 林婉容嘿嘿笑道 环儿小脸通红 急急跑了出去 林婉容嗖嗖一笑 大声道 买那假画要注意啊 别上了人的 超过十两银子的 一律是假画中的赝品 假画中的赝品 这是怎么个说法 环儿心跳加速中 对三哥的高深莫测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诸事准备妥当 将那假画中的赝品 揣在身上 正要坐轿出门而去 却见远处几个教夫 剑步如飞 一顶软轿匆匆而来 目标直指 萧家店铺 哇靠 这是何人坐轿如此声猛 坐轿跟坐飞机似的 林婉容嘻嘻一笑 正要掀开轿门 却听远处有人大声喊道 林小兄留步 林小兄留步 他抬头一看 却见那飞奔而来的叫中 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竟是徐卫徐大人 徐卫身着一身大红官袍 头戴长耳乌纱 模样甚是周正 正对他用力招手 真是想哪个就来哪个呀 这下可好 省得我跑路了 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他哈哈一笑 急急迎上前去的 哈哈嗨老友 几日不见 最近好啊 带那轿子靠到身前 徐卫跨叫而下 身形甚是矫健 一把拉住他手道 林小兄 快跟我走 跟你走个什么呀 林婉容笑道 老友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 这是小弟最近收到的 战国兵法大家鬼谷子 先生的一幅字画 行家都叫他鬼话服 区区小礼 不成敬意 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假话中的宴品送于徐卫面前 壮身千锦 哎呀 现在哪还有心思管他什么鬼话服务啊 徐卫一把将那假话收过 看也没看就扔进了轿子里 心急火了道 你快些跟我走吧 晚些就要死人了 皇上召见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您的收听 请您的收听 请您的收听